你要不吃甲杏饼干 才不要呢 那要不要吃巧克力呢 今天瞧瞧生日请大家吃 我分你一颗好了 哎哟 宅宅 你吃那么多甜的零食 牙齿会蛀光光 还会胖死哦 才不会了 我吃完糖都有刷牙液啊 可是糖已经到肚子里了 还是会变胖子啊 谁说我是胖子啊 摩镜哥哥 我是说宅宅啦 人家好心情姐姐吃巧克力 她不要 还说我会蛀牙变胖子 哎 莎莎 你从前不是最爱吃巧克力的吗 嗯 阿姨说 吃巧克力最会胖了 我才不要变得像糖炒的杨贵妃那么胖 我要像 中国小姐阿姨那瘦瘦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姐姐这个不吃 那个也不吃 像阿姨一样在绝食 猜猜啊 那是结食 不是绝食 结食跟绝食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人体重太重了 吃东西就要减少一些 那是绝食 那是绝食 可是绝食是什么东西都不吃啊 那会饿死的 哎 摩镜公公 有没有人真的绝食死掉呢 哎 有有有 在北宋时啊 有一位很勇敢 忠心耿耿的老将军 杨无敌 哇 北宋也有大无敌机器人啊 奇怪 机器人只要电池就会动了嘛 不用吃东西不会饿死啊 宅宅 杨无敌是北宋的 人 不是你的机器人啦 不过老将军呢 还真像机器人一样 英勇不怕死呢 所以当时 大家都称他杨无敌 那他本来的名字呢 杨无敌就是杨叶 摩镜公公 今天是不是要告诉我们 杨叶将军的故事呢 是啊 杨叶将军跟谁打仗 大约在一千年前 从五代十国到宋朝的时候 北方的辽国常起兵侵犯中原 常常被大将杨叶打退 他那么勇敢那么会打仗 为什么要绝食呢 一定是那个时候的东西不好吃 没有炸鸡汉堡啦 所以他绝食啊 宅宅 你如果生在那个时候才会绝食啦 北宋时候哪有汉堡啊 真是爱吃鬼 既然不是东西不好吃 我就想不出来还有什么理由要绝食 杨叶是为了不向敌人投降而绝食 他的故事很感人啊 你们听听看就知道了 好啊 木槿公公 我们开始吧 好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杨无敌 杨无敌 宋太祖 赵光印 虽然建立了宋朝 但是这个新王朝却开张不及 脚步都还没站稳 东北方的辽国又来打他们的主意了 辽国是由一群住在辽河上游的契丹人所建立的 他们原本是一只靠游牧打猎生活的小部族 但是在唐朝末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位很了不起的领袖 叫做耶律阿宝基 他不但把契丹人训练成骁勇善战的勇士 还请汉人去教他们读书 帮他们治理国家 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 辽国变得非常强大 北方和东北地区的部族都很怕他们 宋太祖对付不了辽国 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匡义可不这么认为 所以等他当上皇帝时 就率领一支大军去攻打辽国 这一天当宋朝大军正在包围辽国的幽州城市 士兵突然来报 启禀皇上 辽国的援军来了 已经抵达了高粱河 敌人的援军既然已经到了高粱河 我军不如前去迎敌 等杀败了他再回来攻城 皇上万万不可 为什么 我们不知道援军来的多少 如果贸然出战 幽州城内的辽军又从背后攻起 我们会被夹在中间 他们前后围攻 我们可就藏了 不会的 幽州城里的那些残兵败将 我还没把他们看在眼里呢 来人 向高粱河进攻 是 宋太宗一声令下 宋朝大军立刻攻向高粱河 到了河边果然看见了辽军黑压压的正准备渡河过来 差不多有几万人 宋太宗高呼一声 进攻 宋军立刻冲向前军 两方杀的是天昏地暗 鬼哭神厚 过了两三个时辰 辽兵损伤惨重 向后撤退 追 皇上 别追了 恐怕会有埋伏 什么埋伏 你胆子也未免太小了 今天我非把辽军杀个精光不可 追 宋太宗立刻有徽军向前 可是才追没多远 突然有一只辽军从右边杀了出来 原来辽军果然有埋伏 他们有多少病呢 启禀皇上 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 启禀皇上 他们士兵每个人手里拿着两根火把 远远看去 好像条火龙似的 根本数不清啊 不管他们来多少 统统给我打回去 于是宋军和辽军又打了起来 正当双方激烈搏斗的时候 守在幽州城里的辽军 也一面打鼓 一面污汗杀出城来 杀 启禀皇上 启禀皇上 幽州城内的辽军杀出来了 这 这该怎么办呢 皇上 退兵吧 好吧 准备退兵 宋军像个夹心饼干似的 前后受敌 打了一个大败仗 宋军看情形不妙 各自逃散 就是宋太宗的侍卫队也都逃散 宋太宗只好自己快马加鞭往南方逃 天明这个时候天色渐渐昏暖下来 明明蒙蒙的辨别不出方向 路上又是高高低低的狠人走 快跑啊 马尔快跑啊 快跑啊 宋太宗拼命的催着马尔快跑 后面的喊沙声一阵紧似一阵 太宗心里一急将马尔将拉紧 挥着鞭子乱抽乱打 马尔忍受不住猛然跳了起来 只听到扑通一声 太宗和马尔跌进泥潭里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宋太宗急忙喊叫救命 哪里知道前后左右一个人也没有 他想下马把马牵出泥潮 却又怕自己和马一起陷入泥潮里 不禁叹了一口气 我为什么不听大臣们的话弄得这般甜度 活该 我真是活该 话才说完 但见前面火光盐盐 有一队人马正朝泥潭奔驰地过来 完了完了 辽军来了 我这下可惨了 宋太宗吓得全身战斗 整个人差点晕死过去 然而他发现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阳字的时候 不觉得兴奋地叫起来 原来这队人马并不是辽军 而是杨叶率领的北宋军 救命啊 杨叶快来救朕 朕被陷在泥潮里了 好 皇上 赶上闹 快去救圣上 杨叶听见太宗的呼叫声 立刻跳下泥潮 顺步顾身地救起太宗 微臣救驾来迟 请皇上恕罪 快别这么说 要不是你及时赶到 恐怕朕早就没命了 这位小将是什么人呢 回皇上 他是我的六儿子 杨延昭 拜见皇上 好英廷 杨将军 在 你有这么个儿子 以后宋王朝 都得靠你们父子了 皇上放心 我们父子一定会尽力 保护国家跟皇上您的 正说着 只见后面淳土飞扬 马蹄声远远传来 宋太宗又变得好紧张 不好了 辽军追来了 皇上 请先走 这群辽兵就交给我们父子好了 好好好 你们先等一等 朕要先走了 杨叶派了一队士兵 保护宋太宗朝总 自己和儿子 颜昭迎上前去抗敌 杨叶是宋朝有名的大将军 因为他作战很勇敢 又懂得战术 所以每次率兵出战都胜利而回 所以大家都叫他杨无敌 报告将军 前面是杨无敌的军队 大家小心一点 杨无敌可不是好惹的 辽军一看到杨字的旗帜都好紧张 一点也不敢大意 但是杨叶父子仍然以手其多把辽军打得落光而逃 自从高粱河一战之后 辽国军队又不断的南下导弹 幸好都被杨叶率领的杨家将打退了 杨无敌的名声也就一天比一天更响亮 因而引起了一些大观的忌妒 将军潘美和王申 常常在太宗的面前说他的坏话 幸好太宗不听 这令杨叶十分感动 他也就对太宗更加忠心耿耿的 然而潘美和王申仍然处处想害杨叶 这次果然让他们等到了机会了 杨叶要率兵去拦阻燕门关北边的辽军 他临出兵前对潘美和王申说 你们在陈家谷口埋伏好步兵和弓箭手 我把辽军引到这来 然后再来个出其不意的攻击 一定可以把辽军打败的 杨将军你尽管去吧 我和王将军一定会在陈家谷口等你 是啊 这一次我们一定可以打个漂亮的胜仗 对 好 希望这一次能狠狠地制止辽军 说完 杨叶就带着两个儿子和士兵们出发了 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潘美和王申却相望而笑 杨叶 你慢慢等吧 我是不会去陈家谷口的 他还想打胜仗呢 傻瓜 杨叶啊 你大概做梦也没想到 陈家谷口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了 这次杨叶是以少数的士兵去引诱辽军 他们立刻被辽军团团包围住 杨叶父子和他的部下虽然应勇奋战 毕竟寡不敌众 于是立刻突出重围 向陈家谷口撤退 可是到了陈家谷口 却看不见任何人 杨将军 陈家谷口没有我方的士兵啊 什么 没有士兵建业 可恶的潘美和王申 他们一定是故意的 潘美 王申 我知道你们嫉妒了 但你们的责任心到哪儿去了 你们害我杨家父子是小 误了国家大事可不得了啊 天呐 爹 您别急 也别难过 要死 我们父子死在一块 不 我们父子一起死了 没什么好处 你们兄弟俩快找出路逃走 这里我一个人来应付 爹 也好 哥哥 你保护爹 我出去求救兵 如果找到救兵 我们大家都有救 好吧 你路上当心 我会的 杨延昭立刻往谷口奔了出去 杀 杀 不一会儿辽军赶来了 万箭齐发 箭如雨下 杨延昭慌忙逃走 但是手臂上已经中了一箭 鲜血直喷了出来 他也顾不得疼痛 咬紧牙关 杨骑马鞭冲出了船围外 杨延和他的儿子盐玉率领写着 不一会儿盐玉身上已经中了数十剑 他忍痛不住 哭着对爸爸说 爹 还 还要先走了 不能再保护爹了 盐玉 盐玉 我是孩子 杨延看自己的儿子被见射死 好像万箭穿心死 他看了看部下 已经剩下不到一百人 而四处仍然都是敌军 他流之泪对部下的说 你们都是有亲儿父母 不要跟我死在这里 快点各自逃生吧 若能逃出去 就跟皇上说 我杨延死在这儿了 不 杨延军 我们不能丢下你 要死 大家一块儿死 对 我们身是大宋的人 死也是大宋的鬼 不报这个血仇 势不为人 杨延军 让我们一起杀出重围 回去找潘美 往生算账 你们真是我的好弟兄 好 兄弟们 冲啊 杨延 杨延见大家已经身受重伤 一个个仍然精神抖擞 忠贞不屈 便也拼出最后的力量 和敌人奋勇作战 但是最后仍然敌不过辽军 部下们全部都战死 而杨延也被辽军捉走了 杨延被俘裸之后 辽国的萧太后十分高兴 他敬重杨延是个爱国的将军 不但没杀他 反而派最好的大夫替他治伤 大夫 杨将军的伤好了吗 回太后 杨将军恐怕好不了了 哦 他的伤这么严重啊 他的外伤并不太严重 可以医好 可是他一心求死 他在绝食呢 真是个爱国的大将军啊 杨延一心求死 不管辽冰送给他多么丰富的食物 他都咬紧牙关 不吃不喝 三天之后 这位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将军 终于绝食死了 杨延死了 但是他的精神并没有死 他的子孙仍然继续和辽军对抗 杨家将的雄风 依然令辽军闻风丧胆 一直到今天 杨家将的故事 仍然被人们所乐到呢 杨爷真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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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勇敢 居然被攀美这个大坏蛋害死 磨叽勾勾 好心有好报 坏心有坏报 攀美那么坏 怎么没有坏报呢 当然有了 当杨爷战死的消息传回来 很多人都很难过 也替杨爷报不平啊 于是就向宋太宗告状 宋太宗失去这么一位大将军 心里也很难过 于是就把盘美降级了 活该 这些人应该被捉起来砍头的 光是降级太便宜他了 磨叽勾勾 那杨爷的儿子杨颜昭呢 他有没有逃出来啊 有啊 杨颜昭也就是杨六郎 他不但逃了出来 后来还继续领导杨家将 与辽军对抗 为宋朝建立了不少功劳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最好把辽军统统杀光光 魔经公公 为什么杨颜昭又叫做杨六郎呢 因为杨叶生了七个儿子 大儿子的小名就叫大郎 二儿子的就叫二郎 第六个儿子杨颜昭就叫做六郎 那杨叶的这七个儿子 是不是也跟他们的老爸一样的勇敢 一样会打仗呢 不错 他们个个都棒极了 所以大家就叫他们为杨家将 杨家将 我想起来了 奶奶最喜欢看的京剧四郎探姆 也是杨家将的故事 怎么可能 杨家将是历史故事 奶奶看的戏都是人们编出来的 怎么会一样 不 杉杉 有些京剧里的戏 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 只是比较夸张而已 像杨家将的故事有不少是真实的 因为大家都对杨家将非常佩服 所以就把他们的事迹编成戏码 杨家将的故事也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了下来 摩金公公 这么说来 京剧里的戏码也有的不是真的咯 不错啊 有些是后来的人想象出来的 管它是真的或是编出来的 只要是杨家将的故事我都喜欢 我也是 特别是杨门女将 他们一个个长得漂亮 武功又好 真叫人羡慕 我要是能像那些杨门女将一样就好了 莎莎姑娘 只要你肯拜我宰宰大侠为师 保证你一定会成为武功高强的女将的 喝 你拜我为师还差不多 谁说 叫我拜你为师 门都没有 我可是好心好意 不败拉倒 有你这种笨徒弟 我才倒霉 戴戴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说就说 谁怕谁啊 你再说 好了 好了 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 哎呀 杨家将要是不懂得友爱团结 就算他们武功再高 恐怕还是会被敌人打得惨兮兮的 摩金公公 你不要叹气嘛 我是跟莎莎闹着玩的 对嘛 对嘛 我们是大家公认的一对好姐弟 我们一定会互相友爱团结的 对嘛 摩金公公 这还差不多嘛 吧 对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